微博的那個何央處長請上座好不好 觀眾那麼大,坐在那邊我們看不到 那今天的議程是編列 台灣第七與大陸第七人民關係條例 第22條修... 22條文修正草案 第一個 林委員哪還沒到啊 聯絡一下,等他來做提案說明好不好 好,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先休息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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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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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00年既有928名陆生来台就学 到105年陆生在台就学人数已经达到9,327人 来台就学的人数稳定成长 台湾各界对陆生来台学习状况与生活的调试非常关注 再一步也针对陆生在台就学情形 持续征修相关法令并推动相关措施 陆生办法我们也持续检讨修正 整理而言陆生办法施行以来 运作顺畅 本部亦将持续简化及放宽 陆生就学 陆出境及生活辅导等规定 以吸引优秀陆生来台 那以下仅针对委员首题修正草案内容 就本部立场进行报告 第一 陆生纳健保符合人道考量及人前价值 且基于境外学生潜意的横平性 本部支持陆生比照外国学生及乔生纳入健保体系 让所有境外学生享有一致的医疗保障 第二 针对陆生比照外籍生及乔生纳入健保体系 推动修正全民健保法 本部议定的做法如下 第一 本部将配合卫福部健保法的修法其成 广纳大学 乔外生及各界建议 仔细研理配套措施 以降低可能的冲击 并兼顾境外学生的潜意 同时向社会各界积极沟通说明 第二 本部将持续推动境外生友善校园及国际化的环境 以强化扣到招生境外生的措施 来来就读的境外学生将在公平原则下 一力纳入健保体系 专心就学 没有医疗后顾之用 第三 未来我们也会会同相关主管机关 持续向各界沟通说明并配合推动全民健保法修法程序 所以以本部认为目前事无修正两岸条例第22条 将停留期间修正为居留期间 最后另外针对修正草案 针类撤销或废止许可事由已结 现行大陆地区人民来台就读专科以上学校办法第11条 已经依据两岸条例及入出境相关法规明定 撤销及废止许可事由 那现阶段应该没有修正的必要 所以本部将在现有基础上面 持续稳定推动陆生来台就学 营造陆生友善的就学环境 让来台就读的陆生能尽快纳入健保体系 专心就学没有医疗的后顾之用 以上简要报告 敬请各位委员指教 谢谢 谢谢教育部陈处长的报告 那内政部有没有要报告 没有补充说明 没有补充说明 那卫福部呢 没有补充说明 那现在我们请林委员立场 做提案说明 林委员的提案说明跟那个打醒的执行的时候 一起做说明 那现在我们就开始寻找本会委员发言时间8加210分钟 非本会委员发言时间6加28分钟 结束登记时间10点半 那我们请第一位登记发言林立场委员发言 主席有请张主委 主委好 那我们各位同仁好 那其实今天的路深纳保议题 从上一届就曾经也吵过很多次了 那也经过很多次的辩论了 那立场觉得说 在路深纳保这块 主委您是支持吗 我们支持路深比照所有外来的学生 纳入健保 不过保费要全额自身负担 好那您支持就好 谢谢 那本期也知道 蔡总统在520就职的时候 也有说 两岸关系要以中华民国的宪法 跟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基础 为原则来处以两岸关系的所有的事物嘛 那路深纳保就是单纯的两岸关系 那在这边立场也知道 主委在上一次打询的时候 您也说支持路深纳保 但您也表示 两岸之间的互动交流 必须要依照宪法跟两岸条例 您应该很清楚就断话吧 是的 对 好那外籍生跟路深纳保 的确我觉得说有两个余例 是大家一直在讨论的 第一个是成本考量 那如果依照成本考量的话 就我们这几年目前的一些 保费的收入 跟保费的支出 表示保费的收入是大以支出的 在还没有补助的 的那个计算之内 光他自己缴的60%这边 就已经大以支出了 收入大以支出 表示在这边的成本考量就排除了 完全没有成本考量嘛 在目前的计算来讲 那第二个余例 大家会觉得是政治议题 其实立常觉得说 政治不能凌驾于人权 这个部分包括您 还有我们的蔡总统 还有林权院长 都一例都公开说 就是所谓的人权 他们都非常重视的这块 那我必须要去强调一块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 我觉得说在座各位 我要公开的呼吁 其实这个真的是简单的 让每一个学生来到台湾 都有共 都有同样的保障 人权保障 医疗保障这块 我觉得自己后续的部分 就很多单位可以来帮忙 那我们来看 我们宁静的日本国家 日本在国民健康保险 日本的国民健康保险 也开始开放了 外来学生参加 那日本的学生当中 这些学生当中 如果他的所谓的清寒 他就有补助他 高达4% 就是4成的补数嘛 那有一部分补助不是4成 那4成是 他们所有的外来学生当中 有4成是入生 那日本不会因为 成本考量 而排挤掉所有的外籍生 到日本来就学就医这块 那也不会因为政治考量 而排挤掉入生这块 我要声明的是说 我们台湾也号称 是一个人权立国的国家 那我觉得说 我们不能输于 我们宁静的亚洲的先进国家 我觉得这块我必须要去声明 那再来 就是记得说 我们两岸关系条例 必须要去修所谓的 就是入生纳保 必须要依照我们的 中华民国的宪法 跟两岸关系条例 的基础之下来修 那主委您觉得这个主张 是对的吗 首先我跟委员报告 就做这件事情 我们的出发点 也是从人道 人权的角度来考虑 完全没有一个政治性的考虑 那为什么把所有的外籍生 我们没有办法补助 完全是从整个政府的财政预算 财政负担来考虑 那么民众 民众就是觉得说 我们的健保的支出 健保的负担已经很大了 那么您刚刚也提到了一些计算 可是我觉得这是比较复杂的 专业 所以这部分我也不敢有任何的 而是说从 这个各界的反应 民间的反应 各界的反应 还要顾及到我们自己 本国人的这个照顾 所以我们当然也希望 就是说我们政府 能够有能力来 来帮助他们是最好 可是政府今天的财政状况 是这个样子 财政状况我刚刚已经说明了 如果在目前的 目前的计算方式 财政状况 就外籍生跟乔生缴的保费 是大于他支出的保费 我说目前 当然我们有办法去判断 哪一个阶段 所以呢 成本考量我就删掉了 我们在今天不谈成本考量 也不在我的主题之内 我今天谈的是 我们的陆生纳保 是在于人权不能被政治 无限上刚的操作 这是我的主张而已 我觉得说人权 医疗权是我们给所有来到台湾 就学的这群外来的学生的一个保障 这个不管是蔡英文主席也有 在他当进选的时候有讲过 那这也是他开的支票 那在他就职的时候也讲过 两岸关系的交流 就要依中华民国的宪法 跟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基础之下来修 所以我为什么会强调这个 是陆生纳保算是两岸关系吗 陆生算两岸关系吗 看您怎么样来定义两岸关系 它是在两岸人民的交流活动 两岸的文化 两岸的学生交流活动里面的一环 等于是说有大陆的学生来到台湾 在我们这边求学 我们也希望营造一个环境 当然所以这个也是两岸关系的一环 那再来我们也知道 就是陆生纳保这个议题 不管是您也是同意支持 不管是林全院长也是同意支持 还有您的最高的总统 蔡英文总统也同意 也拍板在本周也拍板支持 所以呢我觉得说 不管是在平面媒体还是在 我们的各个媒体还有我们在地方的 大家都有一个共识的 我觉得这一块就单纯化 陈阪草良如果不在我们今天的修法的范围内 我们就针对陆生纳保的资格 就是所谓的停留改积留的资格里面去修 那本席也把大家担心的 我也把那个所谓的修法 今天的那个临时修正动议也提出来了 就是针对陆生的旧学 积留去做一些修正 那样很多担心面可以去排除 那我觉得说这些种种已经有共识了 这就是我们台湾的对于所有的来到台湾救学的孩子 都有共同的人权就医的保障 那既然有共识了 我觉得在这块我们不要争议太大 就不要让政治无限上纲凌驾于人权 医疗人权 这块我觉得以他单纯化 这块您应该也是同意 我刚刚有讲了大家都同意 然后呢 蔡英文总统在520就此的时候也演说了 两岸关系要依照中华民国的宪法 跟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基础之下去做 这样您应该了解吧 我讲的东西啦 就是说如果只改一个字 停留改居留 那主要是后面衍生的一个问题 会牵涉到建设法 那我们都可以坐下来讨论 因为我们都可以坐下来讨论 不管是您要怎么去修 我觉得这一步应该不要在这边卡关 我们可以坐下来讨论 不管是在哪方面 我们都可以坐下来讨论 才不会违背 蔡英文总统在520就职引说说的 两岸关系的人员交往 在立所谓中华民国的宪法 跟两岸关系条例的基础之下 而去订订的 那这以后面的东西都可以够 谢谢 好 谢谢林委员发言 下一位 我们请陈一杰委员发言 主席各位同仁有请 主席各位同仁有请张主委 委员好 主委 周一府院党的那个执政决策协调会议 拍板定案要将入身纳保 下周一版本就会出炉吗 那对于今天国民党不等行政院版出炉 就要先来审那个林立场委员的版本 配合全民健康保险法规定 将来来台就学大陆学生 由停留改为拘留 而且可以直接纳入投保范畴 那主委认为 这样有没有比较适合 这样子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也没有办法落实政府的一个政策 因为停留改拘留一个字之后 接下来就是对于健保法相关的解释 因为牵涉到就是说保费 保费是全额自付 或者是说部分由政府来补助 这部分我们就必须考量到 政府的整个财政负担的问题 所以我们认为只修改这个字 不能解决问题 好所以就是基本上是不支持 所谓林立场委员的版本 并不支持 OK 并不支持 那为什么我要这样问 有一种说法 就是说你们这个政策协调 会议要入身纳保 是修 就是好像民进党认为 只要去修这个全民健保法就可以 然后让入身呢 比照外身一样纳入健保体系 那这样等于入身就跟外国人是一样的 那有一种好像去中国化的意味 甚至跟就是我们提名 那个不认同中华民国大法官来当守护 中华民国宪法守护人一样 好像有异曲同工之妙 现在吵得就是 要走台独两国论 桥门的这个嫌疑 你怎么看 那个完全是一种过度的一个政治解读 所以我们特别把它归类为 陆生就是陆生 还有近外来的有外籍生 还有乔生 那么完全是从人道的考虑 完全不会去想到政治面的那一块 OK 为什么 这样是过于过于考虑了 所以如果过于解释所谓是走上台独 或者是去中国化去除两国论的这个嫌疑 都是多过的 多虑过多的一个解读了 但是这个就是我质疑的 因为有关两岸人民相关事务 是不是就应该都规范在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当中 是的 对 那既然是这样 为什么陆生纳保偏偏就要例外 想要用全民健保法来解决 那这样感觉就是在砖巧门 因为如果蔡政府想要用接 吸引陆生纳保来帮助台湾一些学校的招生 解决的这些问题 但是呢又要把两岸关系再度再推向 钢索的一个 好像有可能从钢索三块 丢到悬来上面就差一点点 那会不会太危险 不是这样的意思 因为只修一个字是牵涉到背后 它还是要适用到健保法 所以我们还是要正本清源 回归到最原始健保法里面 对于这个类目就是说陆生放在哪一类 还有他的所要支付的 就是说补助的这个标准 都是健保法里面来做整体的规定 所以主委你是指使就是把陆生跟外生 全部都归类在一起 只要修健保法就好了 健保法怎么样修 还需要由专业的来讨论 那这一部分我们会再找相关的部会 包括卫福部 包括教育部 包括这个桥委会 那就是说最主要的目的 我们的目的非常单纯 人权 人道 希望陆生在台湾的生活 能够很安心 人权 人道是我们所 同学能够很安心 没错 人权 人道这个都是我们非常的认同 但是两岸关系条例 本来就是要处理两岸人民相关事务的 你刚才也认同 这个是在两岸关系条例的范畴内 所以我不懂为什么你只修健保法 而不去修两岸关系条例 所以在这里本期也要表达一下我们的立场 就是说我们今天非常支持 就是国民党的版本 就林立常委员的版本 你也去相对的你要去修两岸关系条例 相对的我们也支持民进党所提出来 就是相对的在健保法那边 也要再去做一个修正 为什么我们就一起归类 把陆生跟外国人 所以这两边国民党民进党 其实所提出来的 我们都是赞成的 为什么我们这样说 因为一直以来健保局都一直在喊破产 所以到底有没有需要 因为你说这个部分已经不需要 再受任何政治干扰的因素 那既然是这样 有没有需要这个政府再打脸 打肿脸充胖子 而应该说这样子相对有限的健保资源 应该先由国人优先 这样的一个考量 所以我觉得不要把它政治化 也要把健保资源纳入国人优先的一个考量之下 应该两者都应该并修 你认不认同 我同意委员所说的 我们不要任何东西无限上纲 都讲到政治 那两岸关系我再重复一下 我们讲两岸关系就是两岸关系 那么对陆生我们很重视也很照顾 所以就是说但是我们想要的就是说 为了让陆生纳保 为了释出我们的善意 但是怎么样能够达成 在方法面这一部分 需要由专业的人来做专业考虑 我们也希望就是说 想要达成这个目的 从专业角度来考虑 不要把这样的做成一个 所谓是要从政治面来加以解释 这个我想也在请委员来说理解 其实主委我觉得您应该比较平时一点来看待这件事情 因为我觉得如果今天中立就像我讲的 要在现有的健保资源下 让国人可以享有健保资源 其实没错 就民进党所提出来的 因为陆生跟外生 你未来都是自负了嘛 所以其实对国人先照顾国人的优先 这个是我们非常坚持的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说的 如果你说你是没有犯政治化 也要去除所谓两国论的这个疑虑 那两岸关系条例有关陆生这个部分 两岸的事务本来就应该在这个部分 再去做一个修正 所以我希望主委你不要自己打自己的嘴 到最后呢真的到最后变成两面都不是人 其实这样是不好的 所以在这个全体的通盘的检讨下 是不是都要去考量去修这两个法 我觉得这个部分是主委应该去坚持的 那另外一个部分呢 就是在24号陆委会其实有发出了一个新闻稿 但新闻稿中的第一点的内容 是就辅院党执政决策协调会议 经历讨论陆生纳保议题会议结论基于人道考量 跟人权价值 中国大陆学生比较外籍升级 乔生纳路健保体系 那我想请问一下主委 这篇新闻稿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你有没有发现 请委员指教 这个呢第一个辅院党执政决策会议呢 其实你们自己选出来的刚当选的司法院长许忠立 都认为有违宪的疑虑这个会议 那既然呢蔡总统今天拍板就拍板了 政府执行总统的主张决策 其实是没有问题 那我不懂呢 就在这个新闻稿里面 为什么还需要强调 辅院党 但我不懂了 这个决策会过去呢 这个党指的是什么 为什么在我们官方的所谓一个 行政院大陆委员会的新闻稿里面 第一点要谈的是就辅院党 这个部分你可以解释给我听吗 我看不太懂 辅院党指的是福跟运 我懂了 那党呢指的是什么 执政党 执政党 当然执政党 我们执政党 所以指的就是民进党嘛 是的 对那就奇怪了 过去呢我不懂在这个公开 就是代表官方的这个 新闻稿里面 为什么要这样特别的强调 过去民进党批评国民党党国不分 那你们现在陆委会的新闻稿 会不会也党国不分 因为你能不能就说 主委你可不可以搞清楚 陆委会主委是人民 代表人民 而不是民进党的党工 而在这样子的一个公开的新闻稿里面 你却要告诉全国人民说 这个不只是府 不只是院 这还包括执政党 民进党的决定 所以我们决定这样做 那你不觉得这有很大的问题吗 一个政策要能够执行的话 那么当然就是说 需要有很多的协调沟通 背后有很多的过程 那么总统是民众选出来的 所以他最后负一个成败的责任 那么行政院来执行这样的一个政策 同时呢也必须要执政党 党内大家也要有共识 所以我想就是说 这样的一个执政决策的协调汇报 背后的意义就是说 希望能够落实 落实政府的一个 过实执政党 政府的一个政策 但是身为陆委会主委 您这个如果是 人民的 代表人民 是一个人民的公仆 其实在这样子的一个发文中 看起来的 你只是比较像民进党党共 因为就像我刚刚说的 对不对 如果今天蔡总统拍板定案的东西 这个是一个决策会议 就是拍板定案的 你不需要再特别强调 所以真的看起来就是党国不分啊 那接下来我想请问一下 过去民进党在野的时候呢 权力阻挡陆身纳保 然后突然呢 像看起来好像觉得是一个法夹湾 实际点上跟国共会谈的红席会 有没有关系 我看不出来有任何的关系 因为从520我就职第一天以来 这就是列为我们陆会内部 我们要推动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政策 所以其实 从520到现在 我们都已经不断的推动 那这就是一个新的法夹湾吗 我在看就是在民国103年的时候 立法院针对这个有一个附带决议 那么当时我知道就是说也是 这个当时的立场 也就是希望说通通纳保 但是没有办法 从政府财政考量 没有办法补助 所以我倒是看不出就是说 这个有一个所谓的法夹湾 它是全力阻挡路深纳保的啊 所以我问嘛 既然是这样 你说跟红席会都没有关系 那我想请教了 那既然立法会主委 既然红席会现在也要上场了 那你到底对红席会有什么样的看法 还是有什么事情要提醒红主席的 为什么这样问 因为未来红席会 整个跟陆方达成了什么样的默契 或者签了什么样的协议 政府会秉持什么样的态度跟立场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你是不是可以表达一下你的态度 对 我们要提醒就是说 这个他们这个是一个民间的一个交流 但是呢要符合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规定 涉及到公权力的事情 不能够去签署协议 没有政府授权是不能够去签署相关的协议 尤其是有关于和平协议这一部分 我们还是要提出来 那所以红主席对九二共事讲不讲 或者是一中各表讲不讲 对目前的两岸关系 或政府的两岸主张 未来会不会有相对的影响 如果这一次红席会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关注就是红席会相关的发言 那这个我们还在持续关注当中 不过政府的政策立场 尤其是对于所谓九二共事 我们过去也都多次表达过了 那这个就是政府有自己既定的立场 那所以这样子的话 新政府不谈九二共事也没有所谓一中各表的问题 那但红席会如果回到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基调 算不算对国共两党 对蔡政府好像共同施压了 那陆委会应该也会有做相对的评估嘛 那这样究竟对两岸关系到底是帮助还是伤害 我想听一下主委你的立场 这部分因为我们还是要看到时候 双方的一个发言的内容 我们会持续来关注 那么要等到相关的发言内容出来之后 比如说他有 所以没有做任何的就是 就是有先做任何的设定或者任何的 其实政府内部我们一直都一直在非常关注 就是也一直在非常关注红席会的动态 对比如说他有提到有关于所谓的和平协定这个事情 那我们当然觉得说 他们是不可能不可以签署所谓的和平协定 所以主委你觉得他这一次的表现 其实对于未来的两岸关系 其实红席会的一个批论 就是红席会结束之后 对于两岸关系其实会有相对的影响咯 就是要看 要看到底双方说了什么话 然后要看 所以你还是认为有相对的影响力存在吗 就是这个所谓的影响或不影响 反正大家都在关注 大家都在关注 也要看绝大部分的民意对于所谓的 他们所讲的 因为他们内部对于一中的看法 就已经有不同的立场 所以我想大家都会关注这个事情 所以今天回到还是我们的主题 就是主委我还是要强调一下 就是对于就是国民党的议长委员 他今天所提出的版本 其实跟民进党共同体要修那个健保法的那个 其实两个法都应该去做相对修正 因为在有限的健保资源之下 以及本来两岸事务就应该去修正是有关两岸关系条例的这个概念之下 其实两个法都应该去做共同的兵修的这个做法 我希望主委不要站在任何有政治立场的思考下 或座椅下去做一些决定 这样子的话我们会对主委非常的失望 下一位我们请黄昭顺委员发言 主席我想请陆委会主委 主委我接续 主委好 黄委员好 主委我接续刚才那个委员 那个陈一杰委员的说法 刚才那边喊得没有声音 他刚刚特别提到 不要紧不要紧 没关系 他刚刚特别提到 你们在新闻稿里面就提服验党 我想不仅只是新闻稿里面提服验党 包括你们教育部 包括我们这个叫做陆委会 包括这个是 这个是陆委会 这个是教育部 这个是 这三份报告都是你们送来的报告 就是我们相关大会送来报告 的第四项 全部大辣辣的就是写 本年10月24日 府院党执政决策协调会议 怎么样怎么样 我想过去民进党 一直骂国民党 说党国不分 最近弄什么党产 也是讲党国不分 今天你是中华民国政府的陆委会主委 你不是民进党的陆委会的主委 所以我希望未来这个报告 你刚刚讲说 你需要执政党的委员的支持 你不需要我们的支持 是这样吗 您的支持也非常的重要 非常关键 主委 你也帮过国民党执政的时候的 外交部的 应该是次长还是什么之类的 我忘掉了 还有外派的 反正你的位阶也很高 你我们以往在立法院 写的任何的报告 都不会这样子写 我希望未来 我们还是要坚守 我们行政是总理的 不要再拿这样的报告出来 可以吗 谢谢委员指教 好 那再来我要请教你 当初 陆生纳保的时候 民进党 大概有 民进党的党中央 做了一个民调 他说 75%的民众 反对陆生纳保 那是民进党党中央 然后当时 民进党的发言人 现在也是我们的委员 叫做林静怡 他说怎么样 他说 对陆生纳大方 却对陈报 就负小气 好 然后柯建民 就是他们的总招 他怎么讲 他说 这个案子可以 行政命令来处理 不需要消费民进党 这样子不健康 这个很重要 这个跟你刚才 在反对很重要 再来 田秋景 现在应该是 乔委会 他现在应该在乔委会 他讲说 开放陆生纳保 可能出现 带病投保的问题 然后现在 也是现在的委员 叫广毕林 他说 陆生纳保列入谈判 才有平等互惠 的可能 然后 林竹生怎么讲 他说 政府的话 要能够听的话 就像叉叉可以吃 然后林静县 也是现在的委员 健保需要解决的问题 比陆生纳保 更重要 更急迫 然后潘孟安 现在的县长 他讲说 台湾人有缴税 保会比陆生多 这样子公平吗 这是潘孟安讲的 然后也是现在的立委 叫李昆哲 他讲说 二代健保 朝夕不保 陆生纳保 自身难保 然后 陈廷辉 也是现在的委员 他讲说 陆生纳保 可能会赚钱 根本就是在乔文字游戏 这是当时他们所讲的 我想请问 尤其是柯总招所讲 如果今天 不修法 本席是支持 不仅值要再修法 还要再建保法修法 不修法 可以用行政命令来处理吗 现在你们是消费 人民党的 消费 他当时是讲 可以行政命令来处理 消费民进党不健康 那现在是消费民进党政府吗 我想这个事情 我们不要来用所谓的蓝绿 用政党来解释这个事情 我想我们的立场 我们不是用蓝力的立场来做 所以我刚才在请问你 就是说 可不可以不修法 直接用行政命令来处理 这一部分要有相当的专业 说真的 所以你不专业 你今天当立委会的主任 你告诉我你不专业 这很奇怪 保费的修改是一定要修健保法 一定要修健保法 你对柯总招的讲法你是有意见的 所以一定要修 我想不仅仅要修 我本席支持我跟陈一杰委员一样 两边都要修 这是第一个 我特别 我希望 第一个 我们乐见民进党 跟我们抓忧对白 我们乐见他们划夹弯 可以把路声闹爆 其实这个部分 是任何一个文明国家 都必须要做的事 这是第一个我要讲的 第二个 你们不要找理由 今天不审查 或者说不宜在这里做修改 我想两边都可以修改 你们不要再用政治的方式 来这里做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这是第二个 本席要讲的 第三个 昨天 对岸的国台办花言人 安峰山的花言 你看到了没有 我看到了 他的例行记者会 他怎么说 您是指哪一个问题 你看到的 你看到什么 你告诉我 我看到了 他对于所谓的 处理索马利亚 这个事情 他认为我们的海基会 没有出力 那如果您讲的这个事情的话 是不是 我想我现在讲的 不是这个问题 我在讲我们国家的定位 他昨天讲了一句话 我不知道你陆委会看到了没有 您请指教 他昨天怎么说 他昨天讲 台湾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 我在这里本席要讲的是 前几天我们所谓已经当选的喜忠立院长 在立法院打选的时候 我们都看到 我们陆委会 马上就发了新闻稿出来 然后只声 这是他个人的见解 昨天 对岸的国台办花言人 安峰山 讲说 台湾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 你没有看到吗 我没有看到这一则 不过谢谢您提醒我 你没有看到这一则 这个被国家这么重要的事情 陆委会没有任何一个人看到吗 请陆委会今天来的 有没有人看到 连一个人都没有看到吗 这是对我们国家 何等重要的事情 为什么你们没有看到 喜忠立在立法院花言 你们都用新闻稿来处理 你这个新闻稿写得很清楚 喜忠立原名 这是他个人的见解 今天国台湾的立行记者会 这么严重的讲 然后他接下去讲什么 你有看到吗 你有没有看到是不是 好 他想讲说 请尊重本席的花言 我觉得主席 请你维持会长秩序 时间停掉 主席请你停掉时间 再来 再补充一分钟 再来他讲什么 他讲 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 这是两岸关系的基本事实 跟华理基础 是国际所公认 这一点从未改变 也不可能改变 这是他昨天的记者会 所有全世界都看到他的记者会 只有我们中华民国 陆委会没有看到 本席觉得很遗憾 所以本席在这里要正式要求 陆委会 你们今天能不能用记者会的方式 缓驳他对我们国家 整个国家的 我们在这块土地人民的感情 谢谢委员的提醒 我们不只要发在记者会里面 不只发新闻稿 对我们要强烈的表达 请你今天 当下我时间给你 你在这里强烈表达 我们要强烈表达我们的抗议 遗憾跟不满 他绝对不能碍到我们的国家 那你先跟你观众的讲话 对我借这个机会 我们要向对岸 要向这个国台办表达 我们非常强烈的这个谴责 遗憾不满跟抗议 我们绝对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根据中华民国宪法 我们的名字叫中华民国 在国际社会通称我们是台湾 但是我们绝对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他这种讲法是非常的不恰当的 好 主委你这样讲本席可以接受 但是我要讲的是 请你今天这件事 是全世界他的陆委会 对岸的记者会 可以视而不见 本席觉得很遗憾 我们本来昨天 你们就应该要做出这样子的回应 但是 虽然你今天在我们立法院 可以做这样的打醒 本席接受 我希望那个主席 今天我们再做一个共同抗议 共同的抗议 第二个 我们有几个大法官 在立法院的打询 虽然你们发了新闻稿出来 说他们是个别的行为 但是 本席很担心 因为包括院长 包括喜智雄 大法官 跟黄昭元大法官 他们现在都是当选人 只是还没有宣示 但是他们在整个的发言过程当中 一直主张 甚至于是特殊国与国 两国论等等 甚至于说台湾不是一个正常的 中华民国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 你要不要借这个机会 再让你表达 我们这块土地 两千万人民 包括蔡英文总统 在宣示的时候 他所对两岸关系 他这样子用心良苦的去 说了许多的话 你觉得有违背吗 你会不会担心 他们借着这一次 未来这四线的过程当中 又把我们整个国家的定位 又火定掉 就是他的发言 是他个人的一个看法 就政府来讲 我们是要根据中华民国宪法 当然要根据中华民国宪法 我们政府要根据中华民国宪法 主要你不要忘记 他们现在已经大法官的当选人 即将宣示 如果有一天 他们在四线的过程当中 用借壳上市的方式 那你陆委会如何处理 你们会像现在这样子 然后只花一个新闻稿吗 或者是 你必须要在这个时间点 他们已经当选了 你以陆委会主委的身份 去跟他们做充分的沟通 我想总统以他的高度 他讲得非常清楚 我们的处理两岸关系 就是根据中华民国宪法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以及相关的法律 那么陆委会在执行政策的时候 一向都是根据 根据这样的一个立法 我希望主委你多个时间 去跟他们 把蔡英文总统所讲的话 以及我们整个宪法的前世 再去跟他们说明一次 可以吗 好的 好 谢谢 我再一次重申 我希望 我们整个路深纳保的事 两边都要去修正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请主席等一下 在做会议结论的时候 我们正式对对岸抗议 我们中华民国 两千三百万人民 整个的感情 跟我们宪法的规定 我们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以上谢谢 下一位 我们请徐春瑞委员发言 主席好 麻烦请我们 主委 谢谢 徐委员好 主委好 这个很高兴 听到我们这个蔡总统 能支持这个国民党 一直以来 长久以来 在推动我们路深纳保的部分 真的是谢谢 那在其实 本席想请教一下 这个我们为什么要定定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它的由来在哪里 为了处理两岸人民之间 往来所衍生的 所有的权力义务关系 所以我们定了这样的一个条例 是 两岸人民 那请问路深 也包含在两岸人民 也是吗 是的 是 那很简单嘛 这个 这个今天的问题其实 就是非常简单 也单纯的 健保归健保 教育部归教育部 我们路深 还是要依照的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这个条例来走嘛 这也是中华民国宪法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这个办法 是不是 所以那现在我们就讲 今天就是讲 路深加健保的部分 加入健保的部分 那您的看法呢 我们当然要在 我们当然要对于两岸关系条例 这个法来做解套 才有办法 让路深加进来 加健保 是不是 我想跟委员说明一下 其实在处理两岸人民往来 处理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之外 还有很多相关的法律 像比如说两岸条例 第一条它有规定 就是说本条例没有规定的 适用其他相关法律的规定 那么另外呢 比如说相关的法律 像我们的入出国的移民法 还有跨国移交受刑人法 还有被害人 犯罪被害人保护法 人口贩卖为防治法 水灾灾害救助种类及标准 所以其实在处理两岸人民的往来 或处理两岸事务 除了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之外 还有很多相关的法令规定 所以今天我们在处理 路深纳保这个事情 我们就是看 用什么样的法律的修正 最能够来实现 政府执政的目标 我们的考虑是非常单纯的 我们现在对的确是很单纯 所以路深应该要用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是不是 应该要来应该用这个部分 但是只改一个字 就是说停留改 居留只改这个字 接下来就是会牵涉到保费 所要支付保费 都是后面的问题 都不是我们在现在来讨论的这个问题 但是我们讨论 但是一个事情 本席想请教一下 关于大陆来台人士 或者企业投资 有关于所有大陆来台人士 我们都要依照本法来处理 是不是 有没有例子是 没有依据本法来处理的 有很多 就是说两岸条例 第一条就规定了 如果本法没有规定的 适用其他相关法律的规定 比如说入出国移民法 夸国移交受刑人法 人口贩运防治法 水灾灾害 救助种种的 被害人的保护法 所以其实有相关的 很多的法律都在规范 但是我们现在 现在讲陆生的部分 还是不能跳脱在两岸条例里面 本席刚才听了我们的 这个林立产委员提案人 其实他刚才还有一个部分是 有关于健保的部分 他也会提出相对应的修法的部分 所以在这里其实 主委不用担心到健保 健保法那个部分 我们陆委会 和今天要讨论的 陆生家保的部分 其实是单独在我们陆委会 我们在讨论我们的 两岸人民关系条论 这个部分 22条的部分 所以刚才我们的 宜洁委员也说 其实这个是 健保法和我们的 以及我们的两岸人民关系 这边要同样 要同时来并行 所以今天 内政委员会才会排这个东西 那本席想 我们现在 两岸的关系一直从520之后 我们的观光产业 急剧的 急剧的下降 而且低迷以及滑落 造成民生经济 问题一直在浮现 520之后说是 现在观光产业是杜小月 现在 现在 以目前来说 现在观光产业是什么 放年假了 也放大假了 不晓得什么时候 可以开始 再开市了 所以其实今天 蔡主席 蔡总统 提出了 陆生纳保 释出了善意 这个我们可以体验到 也可以感受到 但是 针对于陆生纳保 本来就应该 依循的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来做 那 本席在这里 刚才我们的 黄昭伟也讲了 黄昭顺委员也讲了 非常好 所以今天的问题 非常非常简单 该有的权责 属于教育部的 属于教育部的 三线六部的原则 属于健保法 未来的成本啊 或者是我们的 方方面面 必须细则的 推动的 实物面的考量 那都在健保法里面 要去设定 但是 今天只是开 陆生健保 这个大门 在我们的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里面来修 所以以刚才 我们的这个主委啊 您一直在说 这个要跳脱 或者是 我们可以 只要修健保法就可以 其实这个部分 你们高层也都研理好了 要怎么对答 就是这样 但是今天 就是很简单 关于大陆人士 的部分 就是用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这谁也 没有办法去 去辩解的 所以 本席 刚才从第一个 听到现在 刚才黄赵宋委员 到现在 您还是一直在说 不用依照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来做 刚果委员报告 就是说 只修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没有办法 是 所以我们都认同 完全不能解决问题 但是我们必须要把这个法先解套啊 这个解套 您在健保法里面再修嘛 这一部分就是说 必须要 就是说我们政府 在做一个决策的时候 必须要做一个完整的考量 就像说 完整的考量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正在帮您做完整的考量 我们在内政部 在内政委员会这里 我们必须要修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这样才完整嘛 否则你现在 只要修健保法 不修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那怎么叫完整呢 这样子完全没有办法达到 我们要落实我们政策的目的 因为您只修这个之后 您就是马上会面临到 所谓保费 保费的这个支付 到底是政府要来补助呢 或者是由 主委 我们这个法修了以后 如果 蔡总统 真的有诚意 今天这个修了这个法 让他出委员会 才代表 这个欢迎入身纳保 支持入身纳保的真正诚意嘛 才有诚意嘛 我们今天修这个法 不是说明天 今天出了委员会 然后二读三读 大院通过 那个医会通过以后 就施行 还没有嘛 你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期间嘛 那健保法同时再来 并行嘛 这是一样的道理 而且是更完整啊 怎么会你直接去修健保法 然后这边 道路人民关系条例 这个22条你不修呢 这是一件很离谱的事情 我们现在做的是 要对社会负责 要对国家负责 让他整个修法的方方面面都完备 而不是只为了去修另外一个法 这边不讨论 如果今天本席还是这样说 如果我们的这个蔡总统 以及我们的行政院 真的有诚意 要纳入身纳入健保 在这22条的修正里面 就应该要来支持 然后我们再来去修我们的健保法 这样子的法才会完备 在这里 谢谢 谢谢主席 下一位专队雄委员发言 那专队雄委员发言 到 到李津医委员的时候 休息十分钟 主席 主席 我请我们陆委会张主委 还有我们的这个 各位相爱起来 外卫部政次和次长 卓卫部的陈次长都来了 请 主委 委员好 其实大家好像是针对 你再问这些问题 刚刚本席很仔细的在聆听 不管是亲民党 或是国民党委员的询问 本席要指出来的就是说 其实你们可以很大方的 然后可以很坚定的去讲 这一次的一个修法里面 我们最主要的一个目的是要干什么 你也感觉吗 主委 让陆生享有健保 就是要顾及到公平正义 对 教育部那个 陈次长 出席立大头前 这个问题都叫陆委会张主委去面对 不对 你们有肩膀 都不能叫男人站在第一线 对吧 你们可以大大去讲啊 国民党的委员 他这样的一个主张 他真正的目的要干什么你知道吗 他跟你说 密修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还跟你讲说 那个健保法也要做一个修订 我告诉各位啊 本席的认知不是如此 2014年10月16号 2014年10月22号 未完委员会 张伟田秋景去拍 陈其外 亲民党党团 罗书雷 丁守中拟据的全民健康保险法的条文修正案 戏案 戏案 民进党当初的一个主张 我们提出来以后 我们一直认为说 陆生纳保的部分 全部都自负嘛 结果呢 当初这个案子提出来以后 国民党是表决 他是反对的 所以哪是说像今天中国国民党讲说 那两个都要来修 但是今天立场的改变 本席表达欢迎 但问题啊 针对于国民党现在的主张就是说 在两个人民关系条例 把停留变居留 重点来了啦 重点就在这里啦 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次长你说我听 陈次长 对目前教育部对居留跟停留 对教学来讲 当然教学端没有影响 那影响到的应该是学生保费的部分 你当做只有保费而已啊 保费那保费我待会问卫福部啊 你当做只有保费而已哦 该停留只有保费而已哦 对还有就是工作权的问题哦 工作权的问题哦 就业以后那是他就业的部分 所以说嘛 所以说嘛 这大家都要叫张晓月主委 说这回答好通 华卫部部 好 对啊 哦 那个 何处长嘛 是 这个 如果收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不要收 健保法 产生什么样重大影响 基本上身份认定会无限的扩张 对 身份无限扩大 第二个咧 这个影响我们其他健保认定的一些范围也会受制影响 啊第三个咧 请委员指教 急啦 急啦 请我指教 就这么简单啦 谁付钱的问题嘛 就这么简单嘛 你就直接第六类啦 政府就补助百分之40啦 我不一定要反对啊 那问题就是说 明子明高 钱怎么用的一个问题啊 对啊 黄大帅委员讲的啊 我很赞同啊 一直要我们藏主委表态啊 那个什么安丰山 什么瓦格山呢 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 我们今天在那边修这个法 去我们做这种的一个发言 听着没配合 我这个阿联署的有什么你知道吗 我提案庄瑞胸小弟我 李俊逸 这个我们兄弟 赖瑞隆我们朋友 称超明我们朋友 阳政府这个我们麻烦的 林立山这个我们朋友 不分朝野呢 这个大家情绪都是一样的嘛 但问题就是说 你如果要叫我们政府对他们较好的 没有也对我们较好淡薄了 那不是这样 哦 市长卫物部的你说 你也知道他一直上头嘛对不对 讀一的人也这样感觉 哦 老婆市长你也这样感觉嘛 对嘛 讀一的人这样感觉 讀一的人又这样感觉 讀一的人又这样感觉 我们藏主委这关两发的一定更 点滴在心头啊对不对 不管是哪一个领域嘛 当一个国家被欺负的时候 谁会心里头的心情会爽 说来人对你较好的啦 我政府给你修华啦 那钱 健保会都给你叫啦 来设施啦 都给你去工作嘛 这个期待不可能违反人性啊 所以本西要讲的就是说啊 国民党其实可以讲清楚 国民党他应该讲清楚 他要主张说 健保法度不要修 修两个人民关系条例 你要这样主张告诉我们全国的老百姓 说我中国国民党就是要这样干 我中国国民党就是要修两个人民关系条例 让直接的身份 让我们政府直接来补助这个健保费 他敢大胆这样讲可以啊 说陆生来 这些保费都在政党 敢讲我们也没有意见 这个讲法要一致啊 我本西一直认为说啊 你陆生到台湾来 他的医疗人权 要给人家保障 他说付钱的方式啦 纳钱这样而已啦 纳钱你如果全部都比照一般的 外甥你自己支付 我觉得还好咧 是不是我们那个 那个 那个 外务部我们的 何次长 是你啦 少去理了 不理了 我来请教你 我们去那儿现在是怎样 我们去那儿 因为这种制度没有啊 没有 他们没有就对了 不然算你的意思是说 我们比赛更赞就对了 呃 在那儿做工作 我没想错啦 但是 但是 基本上 我不了解对方的一些做法 但是至少我们今天 基于人权的一个保障 放血量走 放血量走 是有啊 没人 陳超敏说有啦 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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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这样不行呢 那贵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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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自己都不知道 呃 基本上 我们去做工作 我知道是 他有另外的保险 他的医保的部分 可能保障的没有像台湾那么好啊 是啦 啊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急向轎 任何的政党 要提出自己的主张 好事啊 就对全民负责啊 我们就在国外殿堂里面 我们就大声讲啊 我昨天想的主张就很简单啊 路生纳保 就比照外生 保费就全额自己来 这好事嘛 这不是坏事嘛 啊但是呢 如果不针对问题 不敢讲出自己的主张 没有 建保法不要修 我们修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就好 啊总要讲 那个 停留 直接把他改成拘留 哦 知识提到 是啊 是啊 所以我 我来说第八件 你都翻队的嘛 是说你玩弄的 那时候你还没来的 我知道 所以你说新同学 就这样就对了嘛 你们两个都是新同学嘛 三个 三个啊 你这三个无辜的 这三个就是无辜的 你就参与在其中哪主席 因为陈超敏 你当初你就是 跟公民党 所以哦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等一下 我看陈超敏 等一下 等一下 我听他说完 我怎么走 陈超敏 等一下主委 你这个招委 你要把你的立场 要讲清楚啊 好 不要大家在这里 模拟良可 严给你自己的支持者 听大胆的讲 让全国同胞 大家来评鉴说 各党针对这个案子的立场 到底是什么 陆委会 跟教育部 卫务部 你们也其实必须要把 政策讲清楚 各个政党的一个主张 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部位 到底是谁叫 国民党的主席 会申请后 什么样的一个政行 范围的一个认定 这很重要啊 可不是啊 我 我希望啊 以后这个议题啊 不要每一次就看到 张晓卫 张主委 一个人在那边应付 你不要当这个 应付这么夭壽 没有那么厉害 你知道吗 尤其是一户 所以卫务部 你们真的是自己啊 牵扯到你们自己的业务 还有教育部啊 你们自己要 要大胆站出来 把自己的立场 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这很重要的啦 好不 其实本来 本市一直认为 那个 不好意思啊 那个卫务部 那个卫务部的何市长 比例名还还不记得 何市长 以目前信行制度啊 你认为 陆生过来 他们到这边来 有哪些还不足的地方 张晓卫 主委 请回 跟委员报告 基本上现在是有认定 它是停留 就不在我们的范围里面 停留就不在范围里面 刚刚所谈到的既往不救 那另外这个 从停留怎么样去认定 居留我们可以按照母法第八条 衍生出来的实行细则 去修改副表就可以 OK 好 好 谢谢张委员的发言 啊你叫我查资料 好 好 我要跟你报告啊 刚刚我把资料查起来啦 我算有努力啦 现在中国大陆是这样 属地原则 台湾学生可自愿参加 就读高等教育机构之 城镇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用 及缴 缴 缴飞标准 医疗保障待遇 均比照当地生 当地的学生 这样有了齁 给你找出来 对啊 因为我不敢很确定 但是我看过资料 告诉你 三个无辜的 不要乱讲他们 讲我可以啦 下一位 下一位 我们请李继委员发言 主席各位先进 马上请陆委会张主委 卫福部核次长 李继委员好 两位好辛苦了 张主委我先请教你 其实今天讲的一个重点 其实是跟你们的 10月24号的新闻稿 是三个重点 来我们看第一页 三个重点 第一个基于人道 考量还有人权价值 我们同意让陆生纳宝 第二个重点是 政府的资源有限 所以要求陆生跟外生 都是 都是所谓的全额致富 那第三个就是 未来各部会配合相关的 来做措施上的改进 是不是这样 是 那我请教张主委 这个议题是第一次讨论吗 过去就讨论过很久了 过去就讨论过 而且过去民进党的态度 就非常清楚嘛 是的 好来我们来看 凡走过必留下痕迹 到底谁是法夹王 我们来看一下 来下一页 2012年的10月12号 其实民进党就讲得非常清楚 支持终身纳宝 但是应该全额负担保费 这是2012 10月12号 2014年的9月24号 又讲过 我们要求修正健保法 因为我们现在是谈的是 健保的问题 当然要从健保法来彻底解决问题 所以我们要求修正健保法 那9月24号讲说 对陆生纳宝 我们要支援公平使用 那问题来了 问题来了 但是当民进党 开始提出健保法要修正的时候 国民党挡起来 国民党不行 不能修健保法 只修什么 只修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我要请教张主委 只修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有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完全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因为我们今天讨论是健保的问题 所以健保应该落实到 健保法彻底的改变问题 那彻底的解决 让终生可以纳保 这才是我们政策的目的 是不是 那这里还牵涉一个问题 我手边有一份资料 这是当时亲民党的提案 亲民党当时的提案是 是赞成修健保法 反对修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今天我听得到都不一样 今天听得到都不一样 今天国民党的委员说 民进党终于 要终身纳保了 所以民进党是法夹丸 建保法明明就是你们反对的嘛 亲民党说 欸我们都赞成啊 也没有啊 亲民党当时只提什么 只提健保法修正 他反对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啊 所以大家是哪 谁是法夹丸 谁是真正支持终身纳保 但是要全額不担 这个非常清楚 这个没有什么好辩解的 对不对 是 好来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这个记者会 这几天报纸有出现这张照片 当然里面有我 当时好像比较瘦 2015年 12月17号 10月27号 我们又再一次 我们说 国民党不要再党建保法啦 你要终身纳保 就要赶快解决问题啊 不要再党建保法 继续党嘛 继续党嘛 上面的标题是 不要党建保法的修法嘛 那到底谁在党路深纳保 很清楚嘛 来再下一页 那我们现在其实考量的 不是这个问题嘛 不是价格的问题嘛 以现在来算的 支付保配60% 政府40% 那终身现在有9327个 平均政府要负担 一年才5000多万的 老实讲这也不是大数字 但是问题不是这样 问题是 健保的问题 一定要彻底的 从健保法来解决问题 没错吧 是 好 谢谢 来 继续 那我现在要请教的是 这个其实在2014年的9月24号 内政教育委员会的联席会议 他就做了一个附带决议 说保费应该 比照这个原则 通盘检讨 然后必须全額负担 其实 决议就非常清楚嘛 是的 所以这个跟法夾文 一点关系都没有 终身纳保 自行负担保费 这是从头以来 民长一直的主张嘛 那当初党终身纳保是谁 就是国民党嘛 就是非常清楚 因为他不肯修建保法嘛 所以问题一目了然嘛 好 来 谢谢主委 来 继续来 下一位 那现在我要问了 现在我要问了 今天立场委员 提了一个案子叫做 修改两岸人民关系条例22条 他说把 停留改居留 那我请问主委 停留改居留 有没有办法解决 终身纳保的问题 报告委员这样做 完全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他只是把停留改居留嘛 就衍生刚刚莊瑞胸委员 我的兄弟 他说的那是问题嘛 但是 健保到底怎么处理 还是没有解决 来 接下来我请教何次长 何次长 如果只有把停留改居留 那在健保上 有没有办法处理这一块 基本上是 可以部分解决 但是也会衍生出其他的问题 其实他牵涉的问题 是第一个他核实投保 第二个他的宝贝的问题 第三个 有没有公平性的问题 这才是我们真正问题所在 没有错吧 来我们再看下一页 所以其实现在要讲 来我谢谢张主委 张主委先请回 我要请教何次长 其实我们健保要修正 要彻底解决终身纳保的问题 我们必须考虑的是 健保法的第九条 健保法的第十条 还有健保法的二十七条 是不是这样 是 所以要从三个层面 彻底的把健保法做一个改变 才能够真正的把中生纳保 还有外籍学生纳保 这些问题来彻底解决 那么为了现在 事实上有一些学生 已经 已经在保了 但是我们 过去也有补助 那所以我们也要求各部会 必须做配合的相关动作 没有错吧 没错 来我请教何次长 这个健保法的修正 你们什么时候要提出来 只要会议确定 然后各个部会 党团 确认整个政策的执行 我们就会配合 我们的讯息是 你们下礼拜一 就一定全部就送到立法院来 没有错吧 所以真正能够解决 这个路深纳保的问题 其实必须从全民健保法来解决 是不是这样 基本上今天主要如果针对 这个路深纳保的问题 只要健保法就可以处理 那次长我再请教你一个问题 刚才其他委员也有提过 现在的台湾学生到中国去 我如果要保险的话 保什么 不然来 请教育部陈治长来 帮忙一下 来 次长来 主席委员好 那我们现在去大陆就学了 他们是有一个叫在 在陆台中的成证基本医疗保险 来 我再回到何次长 就你的了解 城镇医疗保险 跟我们的全民健保差距是什么 就我的了解 他们只是提供一些基本的一些 基本的需求 而且只能限定在他就学的那一个城镇 对 没有错吧 对 意思说拿洋村面要跟我们马汉全席 所以很多朋友 今天就有很多 在那里做工作 还有特色 今天没有买更大 我也协助过 都回到台湾 所以我们还要用健保的负担去解决 帮忙解决这些问题 为什么 因为中国提供的你是阳村面 但是他让台湾要马汉全席 没有错嘛 是不是这样 所以他的城镇医疗保险问题出在这里 那这个中国的医疗制度我们先不管 但是台湾我们就必须符合一个原则 就是我们基于人道的考量 我们同意终身纳保 但是抱歉 我们的社会 我们的国家资源就是有限 所以我们要求 终身 还有我们要求所谓的外籍学生 通通必须全额负担保费 这就是卫福部的政策 对不对 这也是民进党一直以来的坚持 是 那有没有法杰丸的问题 没有 没有嘛 那所以问题就非常清楚 来 下一页 下一页 所以 再下一页 所以今天非常清楚 今天其实要做什么事 今天有关 林立常委呢 所谓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22条的修正 我在这里表达非常清楚的 政策意见 就是我们反对 因为 停留改居留 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我们今天要讨论 终身纳保的问题 我们反对只修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因为他们会重演 他们三个当然在场无辜 他们会重演第八届 一直犯的错误 就是 我建保我不出力 我只处理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但是衍生出来的问题才多 衍生出来的问题才多 因为衍生出来什么问题 衍生停留跟居留差别是什么 就认定身份的扩大 身份扩大嘛 然后包括中国学生未来 就可以在台湾打工嘛 没有错吧 没有错吧 身份的认定宽松嘛 所以现在都是问题 所以我告诉你非常清楚 我们今天的态度 我在这里表达非常清楚 我们要求终身可以纳保 全额不担宝贝 但是要彻底的解决健保的问题 应该从健保法修正来处理 而不是从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那是政治目的 来 最后一 其实 今天讨论的最主要在这个观念 这是大法官四字485号解释 他说 国家的经济跟财政状况 支援要有效的利用 所以我们要做支援的妥善分配 这本来就是政府部门 应该要做的事情 所以今天有关 陆生纳保 我们同意这个都是人道考量 我过去在美国流血的时候 我们也是有参加保险 但是我们也是要全额负担 也是要自己负担 那问题就是 如何资源的妥善分配 就是我们认为 我们还要去承担终身 还要承担外籍生 现在国家的政府财政资源 确实有困难 以你们为不顾的立场来讲 我们现在的健保 大概也没有办法承受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 所以我们要求 这个要改变 健保法的内容 要改变它的投保项目 对不对 投保项目就是我刚刚提的 第9条 第10条 跟第27条 彻底的改变 陆生纳保 让陆生纳保 变成一个可能性 而且陆生纳保 真正的回归到 健保体系来处理 这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方法 这个次长从不同意 同意 我们就是求健保法 就可以解决陆生纳保的问题 对 所以真正的问题 要真正的解决 面对问题 解决问题 这才是真正民进党要做的事情 不是要谈健保 那我跟你修两个人民关系条例 其实就是有政治目的 真正的问题 就是要彻底的解决健保法 我们等着礼拜一 你们为不送来的案子 谢谢 谢谢 休息10分钟 谢谢 谢谢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這兩個朋友是 國際教育來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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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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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講 還有公布 我說我們一樣 它是 referred 去別人的國家 我們都沒有 沒有 各國 對照片 財利什麼都不同 但至少可以有一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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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